讲修行,乐视于生活,讲佛法,应用于人生,欢迎来到禅心学院,聆听打官师傅教会,开启智慧人生。 畅谈六祖谈经105,静无好丑,整理者心灯,读诵者心音。 听到两位僧人在争论,有风才有翻动,还是有翻才会动? 六祖便上前点拨他们,这两种说法究竟哪里有错? 打个比方,你家旁边在施工,究竟有没有在施工呢? 不管有否施工,事实上,只要你不起心动念,就是平等而已。 说风动,翻动,都对,因为这都是静,是外面的境界,你应如实观。 境界就是境界,风动和翻动平等,眉与丑平等,现象本身并不分别。 比如,你觉得神木比小草高,但是其实这只是你的看法而已。 神木和小草之间并没有这种看法。 你坐在椅子上,前面有一张桌子,桌子与椅子,彼此也没有看法。 桌子不知道它叫桌子,椅子也不知道它叫椅子。 他们连自己是什么都不知道,怎么会在那里比较呢? 所以,现象就是现象,它们是平等的。 现象无善恶,罪过,是你自己生起这些概念。 这就是所谓的,静缘无好丑,好丑起于心。 你的眼睛看到这个世界,内心生起五着恶事的概念。 其实,所有的佛徒都一样,都是清静的。 是你的心不清静,所以,佛才水顺你的心。 跟你说五着恶事,希望你觉醒,让你离苦得乐。 你觉醒之后,静与够是一样的。 新经约,不够不静,你若能明白,就是一样。 否则,这个世界就是五着恶事。 他方世界才是净土。 风动,翻动的问题很简单。 因为你看到现象,所以从现象来分析。 现象的本身,就是本身。 它是怎么样,就是怎么样。 你不需要将它格式化。 比如,排水沟就是排水沟,你却要说它臭。 花开与花谢不同,花开就是花开,花谢就是花谢。 并且,连名词都是多余的。 然而,我们却先创造名词,其次,给这个名词赋予个人的概念。 接着,在此概念中,决定现象的好坏。 一迷再迷,一共迷失三层,而且毫无察觉。 现象本身就是现象,不是这个现象怎么样的问题,而是你这个人怎么样。 所以,这两个出家人争论风动翻动,以现象来讲是对的。 但是,如果你一直停留在谈现象,你根本不能解决问题。 你命不好,就是命不好。 你也不要说,如梦幻泡影。 不要否认现象。 佛法触及两种真理,一者为俗地,一者为真理。 俗地是人类共同的看法,所谈皆是现象。 虽然,五蕴皆空,开悟的人也不能闯红灯。 你不能说,我已经照见红灯皆空了。 真地讲的是真理的部分。 真俗二地是可以同时存在的。 真俗即一,俗地即缘起,真地即性空,本身就是同时的。 说风动有道理,说翻动也有道理。 因为此有故彼有,此无故彼无。 这是缘起法则,缘起一定有彼此。 两个人在那里公说公有理,婆说婆有理,那是毫无意义的。 争赢了,也还是有烦恼,还是不能开悟。 如果不能从佛法的角度谈,根本没有办法解决世间人的纷争。 文后思维,你能从现象的差别像中看出它们的平等吗? 心平和劳持戒,行职和用修缠。 感恩六组会能大事开始,感恩达官师父教会,感恩您的聆听,感恩生命中的遇见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gracias for media. 07日-